这个怎么可能是假花呢 第一次在晚上看到通草花的时候 当时就被震撼到了 晚上觉也睡不着 脑子里都在想 第二天就订了去杨州的车票 决定去拜师学艺 认真去观察一朵真花的形态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美妙的东西 做好一朵通草花 就是在尝试复制甚至超越这种美妙 保存花朵最完美的状态 菊花是通草花的经典花形之一 一朵小的菊花两三百个花瓣 大的四五百个花瓣 一旦你开始做了 就不要去想其他事情了 因为几百个花瓣需要重复同一个动作 一直做一直做直到做好为止 所以菊花是最锻炼基本功的 同时也是最能磨炼心性的 我很喜欢花 但我不会种 而通草花可以把这种美留下来 所以我希望能够做好想到